做我們這個行業 有時候真的人家會不太重視我們 我最多印象就是 蠻多同性店客人會預約我的 然後他有時候預約我 然後做按摩的時候 他的手就會在那邊摸我的腿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做按摩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你不覺得當你接了一個客人 他是眉頭伸手的進來 可是當你真的幫他做 慢慢藉由你的按摩他睡著 打呼醒來的時候他是帶著微笑 他的不舒適的感覺都舒緩掉了 我的啟蒙老師他就跟我講說 Simon 我覺得按摩是要讓客人 不管怎麼按他都能好好的休息放鬆 那時候我才發現原來按摩 不是單純用身體去處理這個件事情 它是一種要用心去對待客人 要去傾聽客人的身體聲音的一種手法 那時候我們就利用一段休假的時間 在泰國待了 初期是待了三個月 每天不斷不斷很認真的練習 我在國外最大的印象就是 有客人趴在床上 那張床是滿的 他一定不叫按壓 他根本是掛在客人身上 我看到他腳都懸空了 遇到像這樣的客人的話 其實在基本按壓 其實他是有限度的 做按摩一定會伴隨傷害 因為我們剛學的時候 真的很不懂 我也不知道該要怎麼壓 所以已經用了整整大概有兩年多時間 現在在用比較傳統式的按法 累積了不少傷害 最大的傷害就是 其實自己的腰椎 感覺上其實也有一點偏差 它已經有呈現一些 痠結性的傷害 那另外又遇到第二狀況就是 還明文規定說 我們不能用腳去踩客人 其實真正的泰式阿摩 是真的不太用腳去踩背 因為泰式阿摩的原有 他是從印度佛陀的醫師的徒孫 團到泰國去 他是泰式皇家的技術 所以你們想想看 泰皇怎麼可能 會讓人家用腳去踩他 像做我們這個行業 有時候真的人家會不太重視我們 我最多印象其實 是蠻多同性店客人會預約我的 然後他有時候預約我 然後做阿摩的時候 他的手就會在那邊摸我的腿 什麼之類的 你也不能扒他的頭 叫他停下來 你只能跟他說就是 先生不好意思 將會打擾我們工作 有時候也會有女孩子騷擾我們 這時候心裡只能想說 對啊為了這個家 只能忍耐下去 其實泰式阿摩 他其實在國際上 是被設定為人類無形之城 所以他其實是在國際上 是一個享譽全球的一個技術 可是像我們在回台灣的時候 包括我在資訊局教課 我記得第一次要申請課程的時候 記得政府辦事人員跟我講說 你們是做泰式阿摩的 我說對啊 那泰式阿摩不是色情嗎 色情又有國際證書可以拿 我說想說你政府單位的人 你也在講這一種話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應 我們當初在創完瑜伽運動按摩 這手法的時候 名字也蠻好玩的 這時候就有不認識的客人 打電話來說 你們有幾個女孩子可以服務 我們又不希望讓人家誤解 這些泰式就是色情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這名字叫做瑜伽運動按摩 瑜伽運動按摩的按法 其實他並不是單純就是一套做出來 他可以基本上是針對每一個人的客製化 肌肉會釋放一個訊息 他會告訴我 他需要的放鬆到哪裡 慢慢的以最大的限度 將他的身體 他的骨骼跟肌肉 去做一些慢慢的做一個逆順位 台灣其實很多人都學的 都懂到的都是中式推拿養生館 所以他們都會彈到經絡 彈到穴位 我蠻常聽到一些學生會給我們反應就是 他們可以背出起筋八脈 然後五行怎麼走或什麼之類的 那可是他們不懂按摩 可是我們在國外沒有學過這一些 我們把我們的技術帶回來 我們也是很希望就是專注在放鬆客人 服務好你的客人 他就是一個很有效的按摩 Ohhhh Ohhhh O